小龙虾 大家好,我是小刚 今天提一下桶 到鱼汤里去抓小龙虾 这里发现一个水干的鱼汤 整个鱼汤都水干了 只剩下一个水坑 我估计里面肯定有鱼 今天真是简陋了 有鱼 有鱼 好像死的,还是活的 这些鱼都不动了 还在活的 还有一条 有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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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鱼 头上有毒刺的 刚才被它刺了一下 又被刺了一下 又被刺了一下 这是一条 埃金鲲鱼 好生猛 看 它可没有这两条鲫鱼这么老实 这两条鲫鱼已经阴阴一夕了 浑水里面 动都不动 这条鱼很凶猛 它头上有毒刺的 你们看见没有 回来看一下 它这边有毒刺的 刚才被它 黏刺了两下 好痛呀 它这个鱼 鱼头上两头都是毒刺 真是有惊喜呀 捡了两条鲫鱼 还抓了一条埃金鲰鱼 这条鱼竟然会跑 好生猛呀 这家伙 好了 这种埃金鲰鱼的话 在这种水干的鱼塘 就算没有水 它也能在泥巴下存活 大概半个月至一个月 应该没问题的 这种埃金鲰鱼的话 和鲫鱼就不一样了 你看 已经咽咽一吸了 再摸一下还有没有 估计没有了 前边还有一个水坑 看一下有没有鱼 没有了 没有了 真是奇了怪了 整个鱼塘都水干了 才抓到三条鱼 不知道怎么回事呀 这里之前肯定是没有人来过的 因为这里鱼塘里面没有脚印 估计有些鱼被鸟吃了吧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我们下期再见